我们再看Pinocchio第二个影片 Pinocchio到底是谁 我们讲过了Pinocchio就是人 像亚当代表所有的人物 那他是好不好 他是人 所以也不能说他是不好的 或者很好 在故事里面的 他真的有很多的方面 他有时候很笨 有时候很挑剔 有时候会说谎 有时候他很大方 很忠诚 很可爱 什么都有了 然后当然 他在这个故事当中 常常被骗了 然后常常犯罪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忘记的 他要说 现在我要记得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经验的定义 经验 做经验的 不是说我要累积很多 不同的故事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做一个判断 这个东西对我好还是不好 所以刚才看到的故事 他就不要吃药 后来吃药了以后 发现了虽然很苦 他会好起来的 他就说 我现在我要记得 这个道理 所以不只是药 所以药可能是很苦 可是可以拯救你 所以下次不要那么调皮的拒绝它 所以皮诺丘是人类 我们就是皮诺丘 然后我们看一下 罪恶与诱惑 像圣经故事一样的 亚当一被创造了 就犯了原罪 那皮诺丘也是一样的 他刚才被创造了以后 他第一个动作就是逃跑 离开爸爸 离开这个 这个也是原罪 然后他就忘记了 像我们一离开天主 就忘记了天主的样子 那皮诺丘也常常忘记了爸爸 才能够做坏事 如果他记得爸爸 他就不会做坏事了 然后我们看魔鬼与诱惑 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 也有出现了很多很多的 魔鬼的角色 不只有一个 所以有狐狸跟猫咪 然后有那个 小灯芯 是皮诺丘的好朋友 然后提供给他诱惑 然后有一个 一个胖子 一个奶油 胖腐 胖人 那个 他也是 看起来很 很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人 可是其实他很凶 很可怕 那那个故事当中 有一个部分 有一个女子 原本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变成女子 然后想要警告 皮诺丘说你不要去 不要去这个地方 你会变成跟我们一样的 然后那个很可爱的 那有胖人 然后就下来 然后微笑 然后就好像要亲吻 那个女子 结果他把他的耳朵 摇断了 很可怕 真的像一个 一个恐怖电影 所以诱惑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皮诺丘碰到诱惑 应该是要逃跑 他是继续聊天 继续花时间了 然后越来越上当了 所以这个蛮有意思 你们可以自己看的 信靠天主才能获得拯救 那皮诺丘没办法拯救自己 他需要爸爸亲自来帮助他 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 是在书里面的一开始 皮诺丘逃跑了 后来就回家了 回家了他就 把自己的脚放在火附近的 因为它湿湿的 结果那个脚都烧毁了 那么爸爸回来了 回家了 敲门 可是没办法打开 因为皮诺丘把那个门锁住了 那皮诺丘站起来 然后不知道他的脚不见了 他就跌倒了 然后爸爸说 开开门啊 然后皮诺丘没办法 没办法 站起来没办法 后来这个皮诺丘爸爸 他就从窗户跑进来 然后后来就帮他做脚 不是马上啊 先给他哭了半天 忏悔 然后后来才重造他的脚 然后造得非常的好 看不到那个瑕疵 只有爸爸真的才可以重造我们 透过他的框树原谅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天主真的舍不得我们离开他 他要拯救我们 我们没办法拯救自己 那他就想办法 从另外一条路来拯救我们 所以这个可以代表 耶稣 天主愿意变成耶稣 才能够从窗户来 进来拯救人类 那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看到皮诺丘 变成一个驴子嘛 然后 因为他受伤了被卖掉 要变成一个骨的皮 然后买它的人啊 就放在海里面的 要皮诺丘 淹死了 可是 那个仙女妈妈就派遣很多驴 来吃 他的外壳 这个驴子的皮啊 然后 吃了以后 就留下来 这个皮诺丘 这一本身木偶 这个真的象征 受洗盛世 我们脱过手 水 然后我们就会 死在罪恶 然后 复活起来 另外一个故事 也可以象征 和好盛世 或者忏悔 的故事是这个 他被抓了 然后他说 我没有做什么坏事 所以必须坐牢 后来他 真的他没有做坏事 可是他这种态度说 我是无辜的 我什么都没有做坏的 也是一个骄傲的心态 因为其实他做了很多坏事 所以最后 最后他就承认说 我是坏人 才能够被解放的 当然这个故事蛮好笑的 可是有意思 因为我们 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们需要被拯救了 天主才能够真正的拯救我们 那我们这边看到 对于工作的态度 皮诺丘是非常的懒惰 他一直都不想要工作了 然后 在故事当中 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城市 然后他们都很爱工作 皮诺丘非常饿 然后 想要当乞丐 才能够得了一些东西吃 可是那些人他们说 你不要当乞丐啊 你就帮我工作就好了 我跟你钱了 他就拒绝 他不想要 最后碰到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就原来是仙女 可是他还没有认得她了 然后那个仙女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他没有先讲道理 他带着两个壶就是充满水 然后皮诺丘说先给我喝水 然后那个女人就很慷慨 就先提供给他 不是说先帮我 然后才给你钱 他说我OK 我可以先给你 然后 后来跟他说 好 那现在 我可以给你吃的 可是你要帮助我 他就 皮诺丘说不要了 我很累啊 不想 不想工作 可是 那个妈妈 她很聪明 会说 如果你来我家 我可以给你 吃这个东西 然后再加一个甜点 然后再加什么的 然后 最后他就说 好了好了 虽然他不想 可是后来他就帮助他 所以 这个妈妈很聪明 因为 知道讲道理说 不可以做什么 还是要做什么 没有用了 他是给他看 一些好的 好的东西 然后 皮诺丘就愿意 配合 所以 后来 皮诺丘 送这个女人到 回家 然后 发现了 发现了 她是 仙女 她就很感动 然后跟她说 请宽恕我 那那个 妈妈 教会 也是 宽恕她了 然后我们最后看了 一开始 她非常非常的 反感 非常 逃避 要工作 最后是 她愿意 真的 透过工作 然后 帮助 老爸爸 然后帮助 老妈妈 因为她也发现了 妈妈 就是仙女 也生病了 住院了 所以她愿意 为她牺牲自己 她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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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愿意